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经文的进度在出埃及记 十四章十五到三十一节 今天我们要过红海了 昨天讲到以色列人害怕抱怨 那么摩西提醒百姓 在十三节不要惧怕只管站住 摩西用三个看 第一个是要看耶和华 今天向你们所要实行的救恩 那么为什么要看这个救恩呢 这个救恩的内容是什么呢 第一个 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 必永远不再看见 这是连续两个看见 就是说你们的敌人要被除灭 上帝请百姓说 你们专心的看 安静的看 我要为你们征战除灭敌人 那十四节讲到 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 你们只管静默 就是你们安静的看 你们如果没有安静 你们看不明白我的作为 看不明白我的拯救 我要为你们征战 事实上以色列人在那个时候也做不了什么呢 他们只能够全然的仰赖上帝的拯救 那在这个事件之后呢 十五节耶和华就要行动了 所以事物节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 哀求就是呼喊呼求 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 看来上帝会讲这句话有点就是 摩西就在那里拼命的祷告 也许和上帝有吩咐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往前走 总之呢 这一段话的意思 上帝的意思是说 你不要只在那里拼命的祷告 你需要踏出信心的脚步 就说你在那里呼喊 但是现在我要你起来 这个往前走 那这个时候海是还没有分开 摩西要先下一个命令 以色列人我们出发 往哪里走 往海里面走 我们前面说 他们安宁的地方是对着海 前面有大海 后面有追兵 有埃及的这个马车 那现在要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 然后呢 十六节 你举手向海伸帐 又是摩西的那个帐 把水分开 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 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 他们就要跟着下去 我要在法劳和他的全军车辆 马兵上得荣耀 上帝吩咐摩西起来往前走了 祷告完用信心的脚步跟上 然后呢 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 此外你同时向海伸帐把水分开 然后呢 上帝竟然说 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 这是很大的反差 海是最湿的啊 那怎么会在海里面走干的地呢 所以这个描述显然是超自然的神迹 若不是上帝亲手做的 怎么可能在那么快的时间之内 他们走在海底 而且是干地 不是泥泥的地 十七节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 这里我们昨天有特别补充说明 我们在看这个神使埃及人的心刚硬的时候 我的理解应当是 神怜悯了以色列人 本来人的心向神都是刚硬的 那我要在法老和他的全军车辆 马兵上得荣耀 因着人的顺服 神得荣耀 也借着神的审判 审判罪恶 神也要得荣耀 我在法老和他的车辆 马兵上得荣耀的时候 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了 一样在回应第五章第二节 那时候法老说耶和华是谁 让我听从他呢 等等 十九节 在以色列迎前行走神的使者 哇 这里才告诉我们 原来在以色列迎前面 神还预备了他的使者 在前面保护带领 前面没有提到 只有云柱火柱 那他说这个使者 转到他们后边去 当然是为了保护以色列百姓 因为后面是埃及的追兵 然后云柱也从他们前边 转到他们后面立柱 云柱本来在他们前面引导 现在这个云柱变成是一个 屏障变成是一个保护 在他们的后面立柱了 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间有云柱 一边黑暗一边发光 中夜两下不得相近 在十三章最后我们有看到 日间云柱 夜间火柱 提到是说 在以色列人往前行的时候 有云柱火柱在保护他们 在白天特别有云柱遮盖 日光日头 使得以色列百姓不会太过炎热 被太阳晒伤 夜间太过寒冷 所以需要火柱 这个时候是在夜里 所以说中夜 整个夜里两下不得相近 在夜里这个云柱变成在以色列跟埃及人中间 而一边黑暗 一边黑暗指的是埃及那边是黑暗的 一边发光 一边是以色列营 也许这个发光是因着火柱的缘故 不晓得 但是这里他要表达的是 埃及的军队 埃及的营扎营的地方是黑暗的 很可能是什么样的 就是说当时候是夜里 夜里通常还有星光 月光 可是这个云就遮盖了 遮盖了月亮星星 所以整个埃及就一片黑暗 但是以色列百姓这边还有火柱 那这个云也挡住了火柱的光 所以以色列百姓这边是亮的 埃及营这边是相当黑暗的 二十一节 摩西向海伸张 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 水便分开海就成了干地 海水退去这里讲是一夜 其实如果按照圣经这里说 红海分开到海底变成干地 它是有一段时间 到底几个小时我们不晓得 但是就是一夜 一整夜发生的事 先是大东风吹 水被吹开 吹开来之后 这个土地还变成干地 以色列人下海走干地 水在他们的左右 做了墙员 我们在读的时候 因为我们太熟悉这个经文了 可是如果我们进到故事里面 摩西向海伸张 它先让以色列人往前走 所以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前头走 以色列百姓要往前走 这也需要信心 那前面就是海啊 那开始摩西伸张的时候 大东风吹过来 那海水没有不是说 下一秒立刻分开的 它是一段时间 所以这个百姓还在往前走 慢慢走 越来越靠近海边 狂风大作 然后呢 这个水在他们左右 做了墙员 也就是像墙一样立在旁边 那如果 我在想如果是我 我敢不敢走 因为这件事情我也没见过 我怎么知道 我走下去的时候 水会不会喝起来 因为看起来这个水是很可怕的 最后才会把埃及的 这个车辆啊 马兵全部淹没了淹死了 所以这个墙员 不可能只是到腰到腿 可能是高过人啊 更深 几层楼高 这么大的水压下来 我肯定要死 不仅我 我带着全家老弱妇孺 我带着孩子 带着长辈 所有的家当 我现在要走过去啊 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挣扎 当然 后面还有埃及的追兵啊 在这个时候他们也只有这条路 我要表达是说 这是上帝的拯救 上帝彰显了他的全能 而人在当中 也有我们要努力配合的 如果 以色列百姓就停在那里 因为摩西是在那里伸脏啊 百姓往前走啊 如果百姓不愿意走 百姓说 我太可怕了 我才不走 风那么大 然后这个海力气这么大 太可怕了 所以显然 百姓虽然他们抱怨 他们有一些 前面讲到应该惧怕埋怨摩西 可是他们这时候也 在上帝的整个救恩里面 他们也要愿意 用信心来回应 二十三节 埃及人追赶他们 法老的一切马匹 车辆和马兵 都跟着下到海中 我说要我走到那里 我可能也害怕 那埃及追兵看到 以色列人都走过去了 那肯定我们也能走过去 所以就跟着都冲下去了 当然也有法老的命令 到了成根 成根就是破晓的时候 清晨天亮的时候 耶和华从云火柱中 向埃及的军兵观看 使埃及的军兵混乱了 这个混乱原来的意思是 用吵闹的声音 加以混乱的意思 所以我在想象那个画面 因为圣经没有说 很可能在埃及这一边 除了云柱遮蔽了所有的光 当然当下也许有打雷 雷轰闪电 使得埃及的军兵是非常的害怕 混乱 又使他们的车轮脱落 难以行走 他们的车是马车 本来是他们的利器 本来是他们追 这个以色列人最好的工具 现在变成他们的麻烦了 车轮脱落 难以行走 以致埃及人说 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 这是整个出埃及记里面 记录埃及人说话的最后一次 他们最后一次说的话是 我们从以色列人面前逃跑吧 因耶和华为他们攻击我们了 埃及人很清楚看见 上帝为以色列百姓征战了 在十四章的十四节 那你就说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 你们只管静默 不要作声 二十六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向海生长 叫水人合在埃及人 并他们的车辆马兵身上 摩西就向海生长 到了天一亮 海水人就复原 这个到了天一亮 成为一个专有名词 所以在诗篇四十六篇 或者是在立王纪下 十九章三十五节 清晨的时候 天亮的时候 这个字变成一个专有名词 就是神师行拯救的意思 神的拯救灵道的意思 到了天一亮 海水人就复原 前面讲的是破晓十分 凌晨天快亮了 那这里是天亮了 海水就跟平常一样 可是呢 埃及人避水逃跑的时候 耶和华把他们推翻在海中 这个大水啊 原本立起来 左右做了墙员 就全部也在回来复原 所以这些马兵啊 这些全军都被推翻在海中 水就回流 淹没了车辆和马兵 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 法老的全军 连一个也没有生效 全军覆没 以色列人却在海中走干地 水在他们左右 做了墙员 这做一个对比 以色列人走却没事 而且呢 不是泥泥地很难走 是像在走干地一样 像是一条路 在海中竟然有道路 而法老呢 连一个也没有生效 完全被淹没 所以他就做一个对比 当日 耶和华这样拯救以色列人 脱离埃及人的手 以色列人 看见埃及人的史诗 都在海边了 十四章 十三到十四节 我们一开始就说到 看见 对不对 十三节说 摩西对百姓说 不要惧怕 只管站住 看耶和华 今天向你们 所要实行的救恩 那这里就说 以色列人 看见埃及人的史诗 都在海边了 以色列人看见 耶和华向埃及人 所行的大事 这里也有两个看见 在回应 摩西对他们的邀请 你们来看嘛 看上帝做了什么事嘛 看上帝怎么样 为你们征战 看上帝怎么拯救你们嘛 那以色列人看见了 就敬畏耶和华 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 摩西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一整段 在新约的作者 在理解出埃及 基本上我们会把它 做一个对照 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 就好像我们在罪恶 这个魔鬼跟罪恶的权势底下 没有自由 被罪挟制 像奴隶一样 罪恶 私欲引诱我们做什么 我们就无能为力 我们没办法对抗罪恶 我们就做什么 那么上帝带领 以色列人出埃及 就好像上帝拯救我们 脱离罪恶的权势 罪恶的辖制 上帝带领以色列人 为以色列人征战 今天上帝也带领他的教会 为教会征战 当然我们已经都出了埃及 对保罗来讲 过红海就好像是一个 受洗的禁礼一样 就是经过这个红海的路 那个海水就好像洗礼一样 这个是在更多前书的 第四章 保罗这样来理解 过红海的这个事迹 所以他过红海 或者说出埃及 这件事情 基本上他有一个 属灵的象征意义 就是我们被上帝拯救带领 脱离罪恶的辖制 我们现在虽然已经是基督徒 可是我们的生命里面 还是有很多的困难 还是有很多罪的产类 如今我们仍然要继续 依靠上帝来征战得胜 前面我们读了 这个摩西说 不要惧怕只管站住 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 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 看耶和华为你们征战等等 你们只管寂寞 其实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 常常安静在他面前 安静下来 观看他的作为 与他同工 在我们面对一些罪恶的时候 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依靠他 征战得胜 我就想到最近 我有一个以前呆的学生 他打电话来 他心里面非常愁苦 因为他跟他的妻子有很大的冲突 他心里面愤恨不平 那我也就提醒他 我跟他说 第一个这个是一个征战 是要按照我们自己 血气的方法来处理 还是按照上帝的方法来处理 这是一个征战 如果我们今天让血气横溢 让血气来做主 来用血气的方法 那跟妻子决裂 这最后的结果是谁最高兴 他说他知道我的意思 当然是撒旦最高兴 所以我提醒他 第一个你的敌人是撒旦 不是你的妻子 这是一个征战 第二个呢 我就告诉他说 我们得倚靠上帝 倚靠上帝就是按照上帝的真理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要饶恕 当然你现在在气头上面 可是呢 我要告诉你上帝的方法是什么 上帝说 生冤在我 我必报应 把报复或者说愤恨妻子的 这个权利交还给神 把报复的权利交还给神 他有信仰吗 上帝自己会管教他 所以你不要愤愤不平 因为这个对你没有好处 你的责任是向上帝负责 你应当饶恕 第二个呢 按照圣经原则来讲 你是家里面做头 整个过程里面 你也知道自己有一些地方做得不好 所以你要带头去道歉 你道歉不是纵容他对你的恶 你道歉是因为你向上帝负责 你知道你有一些部分 你也没有做对 虽然你可能占20% 他80% 但无论如何 你向上帝负责 你在上帝面前清清白白 你要做头 你要带头道歉 再来圣经也提到呢 我们应当为妻子舍命 像基督爱教会一样 如果是基督 他怎么样 我们去学习基督怎么样爱罪人 你对妻子还有心情 可是呢 这一块我们已经定时在十字架上了 你只要按着上帝的吩咐和教导 再去成全妻子 你仍然决定爱他 那你要去爱妻子 不是凭着你的感受感觉 而是因着上帝的命令 上帝也将爱罪人 这个基督为教会舍己 所以你也这样 再次去回应你的妻子 向他丢好球 有一天他会丢好球回来 意思是 你必须继续向你的妻子示好 有礼貌的回应 那么向他显出恩慈 他说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呢 金龙哥 我呢 现在是很生气啊 我想到他就生气 我不想看到他的脸 那我说 第一个你记得 当你这样做 你顺着你的血气 结果撒旦最高兴 关系破裂 你折磨他 让你的妻子痛苦 你并没有得胜 你折磨你的妻子 让妻子痛苦难受 你没有赢到什么东西 甚至你们是输得更惨 那他说我做不到 我说那 所以你要理解 圣经也知道 上帝也告诉我们 我们做不到 所以我们必须祷告 祷告到我们得释放 祷告到心中有能力 所以祷告不是 我们把我们的困难 需要念过一遍 不是的 记得耶稣在 柯西玛林园的祷告 他几次的 在柯西玛林园祷告 他邀请门徒 跟他一起去祷告 他在那里大声的呼喊 也有一段的时间 一样的 耶稣做了榜样 面对顺服上帝的命令 耶稣做了一个榜样 我们今天也一直 跪在上帝面前 祷告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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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 我们心中有力量 我们得释放为主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方法 这是倚靠神的征战 我们必须征战得胜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也睁眼看 上帝如何为我们征战 也许神就兴起环境 自己来告诉妻子 当我们每次丢的好球 也许神 这个让妻子受感动 有一些好的回应等等 我只是举一个例子 我要表达的是说 这个征战不只发生 在当时候的以色列人 今天在我们生活当中的 每一个时刻 神都继续带领我们征战 也要我们回应他 跟他同工 一起征战得胜 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到你的面前 我们难以想象你的全能 竟然带领以色列百姓 通过红海行走在甘地 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 你过去带领以色列百姓 脱离埃及法老的奴役 如今你也拯救我们 脱离罪的瑕疵 阿爸天父我们继续依靠你 我们知道 纵使我们成为基督徒 我们生命还有许多的软弱 许多的征战 恳求阿爸天父继续带领我们 在每天的生活里面 依靠你 征战得胜 为着在关系当中 在财物 在身体 在各样困难 征战当中的弟兄姐妹来祷告 天父上帝 恳求你 今天就带领我们 使我们静默观看你的作为 看见你如何施恩 如何摆放各样的恩典 如何赐下应许 好叫我们可以征战得胜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